天鹅兰 哈喽,大家好 夏天是天鹅兰的生长期 在它的生长期 它的护理上跟在春天秋天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知道天鹅兰在冬天是休眠的 这一段时间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 就把它放在一边 偶尔给它喷一下水也就可以 到了春天 它就会慢慢的长根发芽 等到新的芽长出有两三寸之后 再给它种植起来 然后呢它就慢慢的进入到夏天 夏天就是它的生长期 在它的生长期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护理呢 天鹅兰是喜欢吃蕴的生长环境 一般我们都说在它的生长期 它需要大肥大水 什么是大肥大水呢 首先来看一下我这一颗 这一颗天鹅兰 我是用了一个塑料杯 下面是放了桃里 上面是用了水苔 看一下它的根都已经跑到下面来了 我们说的大肥大水 就是一定要保持它的植料是湿润的 之所以我用头立在下面 就是让它有一个触水的地方 多余的水分会留在这里 上面这些水苔如果干的话 下面这些水就会慢慢的被失收上去 春天给它们上盆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发过一个视频分享过 那怎么样才做到大肥大水呢 大肥就是说它对肥料的要求非常的高 我是放了一些缓湿肥 我是放了一些缓湿肥 也就是一些均衡肥铺在上面 每一次浇水的时候 这些肥料都会溶解在水里 杯子底下面我一直都是保持 差不多是这个水分的 除了放这些缓湿肥 在表面上平常浇水的时候 每一次浇水我都会用肥料水来浇水 而且肥料的浓度差不多是一勺对一加人的水 肥料的分量是非常浓的 今年的天鹅兰长得非常的好 这些应该是比较弱的炉头 我本来是拥掉的 还是尝试一下把它们种植 看能不能发芽 结果所有的这些比较老的枝肝都发芽了 天鹅兰在夏天除了要大肥大水之外 它非常容易招惹红蜘蛛 所以我每一个星期都会给它喷一下 洗碗液加baby oil那个配方 防止红蜘蛛 到目前为止 我这几颗天鹅兰长得还是非常的满意 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长出花梗开花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